对 藏着呢 加班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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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大家放心 这三年的苦 我孽九不会让大家白手 小巧 此时的沈一平恍然大悟 然而他下意识的第一反应 并不是理解 而是生气 一方面 是对聂九这种不负责任的不辞而别 另一方面是因为 聂九似乎没把他当作 最贴心的那个人 发生了这样的大事 居然没有在第一时间告诉自己 他搞不明白 聂九这样瞒着自己 是为了什么 就是因为聂九这种撇下自己去报仇的行为 让这时候的沈一平更加的不满 两个人三年前的误会是解除了 可是两个人的心上 又压上了一块更大的石头 一平同志 我知道有些话不该我说 但是我知道有一件事情 一直压在你的心里 这次来到压九坝你也看到了 其实当年聂九不辞而别 是有原因的 他有苦衷就可以一走了之吗 他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还有 看看这些乡亲们过的是什么日子 他不是一样走了 他就是这样一个不负责任的人 这一路 走过来我一直在观察他 我觉着他不像你所说的那种 薛团长 你不用再说了 当年的事我不想再提 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 就是配合大部队转移 其他的事情都与我无关 来哥 他们太狠了 咱们就这样看着不管 小点事 什么阵势你看不出来啊 我跟你说啊 今天大哥不出点险 这关算是过不去了 哥 那你想想办法呀 我有什么办法啊 到诊着吧 第二十八人代主聂九 我已被家训 被窃宗族 万里不济 牵连族人 今天 当着 宗族众人的面 以家伐处置 已今效尤 在主大桑 你不灵威寿命 却一走了之 该不该打 该打 好 三棍 三棍 你不住坟守孝 你不住坟守孝 却一走了之 该不该打 该打 该打 三棍 别打了 这位大叔 灭旧当年不辞而别 也许是有别的苦衷哪 外主轻烈 你不保家卫国 却一走了之 你该不该打呀 就算你们今天把他打死了 就能夺回你们的寨子了吗 不用你管 该打 打 翻棍 这样下去不行啊 非得活活把人打死 你说句话吧 这位大叔 作为外人 老百姓的私事 我们管不着 但是作为旁观者 您能听我 说两句公道话吗 你说吧 谢谢 乡亲们 聂九 作为少当家的 他没能保护好大家 这是他做的不忠 但是你们知道吗 他为了给大家讨一个公道 吃了多少苦 受了多少累 咱们就说赵阳观成吧 他为了杀聂玉衡 自己差一点把命给丢了 这难道不是为了乡亲们吗 人心都是肉掌的 我知道大家心里面 恨的是聂玉衡 聂玉衡 聂玉衡这个恶霸一天不除 咱们乡亲们 就没有一天好日子过 所以 咱们今天就是把聂九给打死了 咱们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乡亲们 你们说是不是这个脸 是 是 是 大家都听见了吧 这位 红军军爷 说得在理呀 今天 邵当家的也依照家伐 受了罚了 我们也得得饶人助 妾饶人吧 咱们就不看他小九 也得看老在主的面子 是不是啊 对对 对 既然 小九回来了 那我们就 再给他一次机会 好不好啊 好 好 那今天 大伙就散了吧 散了吧 东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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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哎呀 哎呀 大哥 寨子里的规矩也太狠了吧 啊 这说打就打的都打成这样了 不过没事啊 拿着 看见没有 这药可不是一般的药 是我们家祖传的 我跟你说 以前我一兄弟被抓壮丁的时候 哎 就这腿上 汤仓就是两枪 莫生我们家神药 至今没找到人 哼 你忍着点啊 忍着点 忍着点 不是 不是我说话你烦不烦 我就想给大哥算个瓜 我 蒙莱 我给你了那根金条 你 你还得给我 我现在遇到一点难处 哥你遇到哪儿啥难处了 这次回来 我看这乡亲们的日子过得太苦了 我不能就这么看着不管啊 算我欠你的 以后 我肯定价位都还给你 哥 你误会了 我不在乎这金条 再说这金条也是你给我的 小脸 我那根 哥 两个金条全放这儿了 啊 我是怕乡亲们不接受 把你这颗好心给伤了 我知道 回头我让宽叔去办 行 那个 哥 你跟我说实话 今天你这苦肉计 是唱给那些红军看的吧 来 来 宽叔 来 宽叔 快 来 吃点 这药抹了吗 宽叔这 祖传的药还好使吧 抹了 孟莱给我抹了 我给他抹了 你不要聊啊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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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慢点 宽叔 也实在是没办法呀 哎 晓晓 这回 让你受委屈了 坤叔 这金条拿着 少挡家的 这 你这是啥意思啊 哎呀 哎呀 我这些年一走了之 我也没顾过乡亲们的死活 这 这就当是给乡亲们 哎呦 贴补一些米钱吧 啊 酒啊 叔知道 你这三年过的 也不是吃咸喝辣的日子 乡亲们哪 现在还饿不死 这钱 你就拿回去 行了 宽叔这点钱你别再跟我推上了 我告诉你 我这次回来 一定要把你家这 给咱夺回来 夺回来 哎呀 你三叔的那些国民党独办 那是不好惹呀 你要是没有十足的把握 那 那可是阴火烧身哪 要是那几个人敢帮我们 这事能成 你说的是 你带回来的那几个红军 那 他们敢帮咱们 我现在还不能确定 哎呀 我看未必 你 我听说 红军现在 也是泥布桑国河 自身难保啊 你在这个时候 他们能帮咱们打 他们可容易呀 我晚上他去找一回他们 那 你一定要跟他们好好谈谈 啊 哎 聂九兄弟今天挨这顿家法 挨得真是不轻啊 他能熬过来 也是不容易 是条汉子 乌人 一个女后 坐吧 聂九兄弟跟我们走了一路 没想到他竟然有如此的遭遇 是啊 他还一直处处为我们着想 带我们来到这压角吧 我在想啊 他要承受多大的心理压力 他的心理一定不好受 这是他自己的选择 他这么干一定有他的道理 这段时间就让他先好好养养吧 对了 这寨子里被赶出去的村民 确实挺苦的 咱们趁这段时间好好帮帮他们吧 金总总子 我跟你想到一起去了 我们是要好好帮助一下你九兄弟 我在想啊 要不我们帮助他把寨子夺回来 这样 我们既帮寨子的居民干了一件好事 又不枉聂九一路上帮助我们 对 咱们就把寨子给打回来 对 打回来 这个问题我也在考虑 这绝对不行 为什么呀 因为这样很容易暴露我们的行踪 我们的行踪一旦暴露了 就会直接影响大不对 如果说聂九带我们走压角吧 是为了帮他报私仇呢 那他就完全没有替我们考虑 就是不负责任 逆平同志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我认为不管聂九怎么去想怎么去做 关键他没有把我们当成他的敌人 而是把我们当成了替他报仇的救星 对吧 我们来到这个坝子上都看到了 当地的老百姓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呀 关键我们是红军 我们怎么去想怎么去做 这些我都知道 可是现在我们最重要的任务 是追赶大部队 孰轻孰众 总有一个取舍吧 沈一平的话 像一块石头狠狠地砸在了聂九心上 他自认为三年前的误会已经解除了 沈一平应该支持自己的复仇行动 但他万万没想到 自己在沈一平心里的分量 还不如以前 此刻他感到两人之间过往的情愫 就像叶峰一样飘散了 不过这样也好 他聂九堂堂一个七尺男儿 自己的大仇自己报 何况他现在再也不是三年前那样一个人了 大哥 慢点 大哥慢点 我跟不上了 我也想跳 好嘞 我跟不上了 大哥不下了 跟不上了 大哥 这是你家吗 这 这么大一寨子 都 都是你家的啊 这个地方我住了快三十年 现在变得连我都快不认识了 大哥 这哪像个寨子 这一个个的像个小监狱一样 是对啊 之前我一直听别人说 鸭脚爸被糟蹋成什么什么样子 我都想象不到 今天这么一看 大哥 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那么着急要夺寨子 大哥 薛团长不让我们贸然行动 你看下面那么多官兵 我们要下去不让人打成寨子 可是你说话我这么不愿意听啊 怎么了 你要害怕就害怕啊 什么薛团长 张嘴薛团长 闭嘴薛团长吧 薛团长是你大哥 还是大哥是你大哥 不是 你不是什么不是 去去去去去 那边带上 我跟你们俩说啊 这么长时间没看出来吗 红军说话就不算数 当然咱们事一件没办 有办事车的时候吗 孟来哥 你别梦来哥梦来哥的 大哥 我再说了 我跟你说啊 你就是太年轻了 真的 还没看出来吗 我都看明白了 薛团长就不想帮咱们大哥 所以是拖着呢 知道吗 什么从长计议贸然行动 怕咱们发现了 都扯淡 大哥帮他说 连磕部都没打 他们现在怎么帮咱们的 管他们什么道理 不想帮就算了 我们用不着求他们 我们 大哥就我们四个打是吧 你是真傻加傻啊 咱们四个去不等于是送死吗 大哥说不求薛团长他们的 大哥是什么 大哥寨主 少当家的 咱们去 你乡亲们都得跟咱去 再说了 大哥是帮着他们夺回寨子 乡亲们能不去吗 好意思不去吗 这件事情跟乡亲们没有关系 不能再让乡亲们跟着我冒这个险了 这个寨子我们自己去躲 走吧 大哥 不是这意思 你看薛团长不愿意帮咱们 是吧 咱们就得让乡亲们去 就欠这把虎 乡亲们一去了 他们脸拉不下来 肯定跟他们去 他们跟他们一去 这仗打得肯定漂亮啊 我明白你的意思 说到底 这是我孽旧的家事 你们要信得过我 咱就一起 要是不愿意 不会勉强的 大哥 大哥你误会吧 我能不信你吗 你说这么长时间我没不信过你 就是我觉得咱们人太少了得多叫的人 干啥说话说话呀 不是你提我干什么 大哥去哪儿我去哪儿 大哥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呀 你不也这意思吗 对啊 我就是这意思啊 大哥去哪儿咱们就去哪儿 对 大哥去哪儿就去哪儿 我也一样 行 好 谢谢兄弟姐 那一次我办 天衣擦黑了 我们下试吧 你说这么晚了吗 就咱们四个人去 这不当你送死吗 哎呀 放心吧哥 出门先算了一挂 大鸡办大事 嘿嘿嘿 我说的是真的 哎 我说的是真的 哎 哦 哎 嗯 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这儿了 我看到咱们村被拉来熬 带阴可责的人都关在这儿 完了 大哥 这才怎么进去啊 大哥 我有办法 舒静 舒静 放在里边啊 想法让我们进去 能把窗户先了吗 我改让 走 走 各位受苦了 我孽九来晚了 孽九 孽九 你是孽九 你还活着 你来干什么 我来救你们出去 救你们这几个人 把我们救出去又能怎么样 只要我们一条心 我们一定能夺回我们的寨子 怎么了 大家不想出去吗 你就进来这么几个人 这里把守又这么严 他们都有枪 你 你怎么救啊 就是 救下来还好 救不下来呢 我们都得 当初你就是一个人趁乱逃走的 现在 你照样可以一走了之 那到时候 受苦的可是我们 各位 当年我孽九一走了之 是我的不是 但是我有我的苦衷 如今我回来了 就是要重振我们孽家寨 我知道你们在这儿 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 但你们有没有想过 自己的双亲 自己的兄弟姐妹在寨子里 过着什么样的日子 也许我们出去也是个死 但是你们愿意在这儿累死 还是愿意保护我们的家人 保护我们的寨子 而战死 现在 有谁愿意跟我一起去 少当家当 我跟你一块去 我也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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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听我说 一会儿我们从外边先开打 都办的兵 一定会出去外面支援 倒是咱们里应外合 你们放心 只要我孽九还一会期 一定把这些害人的畜生 杀得一根二根 好 好 洪秋兄弟 洪秋兄弟 不好了 出事了 出事了 大叔 您别着急 慢慢说 薛天长 少当家的 说要他在这里头去看看情况 可 可到现在都没回来 我担心他 是不是让 你也就兄弟自己去躲寨子了 顾不了那么多了 把同志们都叫上 换上军装 出发 是 是 快 猜他嘛 给我捅住啊 大叔 咱们出不去了 都不想自来是 都啥说的 费啥话呀 这边 都别废话 不冲出去谁也活不了 走 走啊 就这儿他们来了 我们是红军大部队 交枪不杀 我喊十个数 赶紧投降 我喊十个数 你给我看看 刚才谁考慌 我描住了他 怎么办 我们已经被红军包围了 怎么 他们俩一个红军 我让你打就打 我已经听到他们吹出布告了 你打不打 你不打我逼你 我打 川儿 别喊了 撤 月久 快 月久 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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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瞧 撤 撤 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传扬 别动 别动 我看这小杜船呐 你在学会装死了 来吧 我 姑娘老爷 我 我偷诚 我偷诚 你看你眼就瞎了 老子是这个债的债主 我 孽久 好 债主老爷 大哥 债 债主老爷 我偷诚了 走 我偷诚还不诚呢 大哥 大银膏子全拿过来了 班长 还找到这些大银膏子 把他们全都烧了 是 不能烧啊 不能烧啊 烧不得 今天烧给你看看 乡亲们 这些汉人的大银膏子 今天就是要被我们烧得干干净净的 好 烧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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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聂加寨作恶多端 聂加寨的老百姓 会饶得过你吗 烧得好 甩爲甩爹 甩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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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甩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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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九兄弟 你是聂加寨的邵当家 这事你说了算 那是邵当家 邵当家饶命啊 我是是跑不得已 邵当家 史玄 拨出去 邵当家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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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亲们 这段时间大家都受苦了 明天一早还在这里 把都办所有的银员 发给大家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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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团长 谢谢你们哪 要不是你们这些红军哪 我们这些老百姓的屋子 不知道什么是个狗啊 宽叔 红军本来就是老百姓的队伍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谢谢 谢谢你们啊 烟土燃烧的熊熊烈火 也点燃了聂酒那颗 时刻准备着复仇的心 乡亲们欢乐的舞蹈 感染了聂酒 他心底里的那一团火 又重新地生腾起来 他看着人群中的沈一平 多么希望上天 能够再许给自己一个机会 那样的话 他就会在大仇得报之后 竭尽自己所能 找回三年前的美好岁月 不再让两个人 再有分离的痛苦和遗憾 他觉得自己有能力 让眼前这个女人一生平安 不会再像过去那般流离失所 无价可归 走吧 咱们去敬她一杯 我已经敬过薛团长 我说的可不是薛团长 我说的是女英雄 你说人家一个女人 跟着一帮老爷们 大半夜打仗 挺不容易的 你要是真喜欢她 我觉得你们俩就在一起 赶紧喝你的酒去 赶紧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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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年 自打你离开寨子 我总想着 小眷多活难回来呀 可后来 有人说你死了 我这心里难受 没想到 三年了 你 你真的给回来了 还给寨子 办了这么件大好事 我大愁回报 还不能死 现在这寨子也收回来了 和你阿爸一样 那相信吗 谁不为你邵当家的 竖打拇指啊 三年了 走 好 我带你去个地方 到了 就是这儿 是当年乡亲们帮忙给修的 孩子 三年了 去吧 和你阿爸和阿玛说说话 啊 我小子 聂久 今天回来了 三年前不辞而免 有愧于压角吧的父老乡亲 大愁移植微薄 大愁移植微薄 是在没有脸面会来见你们 请二老放心 我一定尽快收人仇人 再把人欺负 怎下叫巴了人 是 是 钥府瑾的部队到哪儿了 我刚问了一下 马上就出发了 哦 那军响呢 怎么还没到 军响 我之后发电报去问 问什么问哪 赶紧发电报催 是 还不发电报快催去啊 是 快去快去 一本破账的 给老子急赶破枪 吃着还猪食一样 这种日子啊 老子实在是待不下去 再不发君想 老子立把就回去 不要 进来 司令 刚刚收到电报 给 司令 这 混账 简直是一群废物 居然丢了鸭爪 我聂玉恒东山再袭 就靠这些沿途 就这个兔崽子 老子飞活寡了他不行 司令 那现在 你参加的也是个废物 我当初怎么跟你说的 鸭脚吧要派重兵 这兵就是这么给我派的 这兵其实还是有一些的 我看寨子里的人 肯定都是受了他的蛊惑 这聂九肯定是有救兵的 屁话 要不然凭他一个人 哪有这么大的本事 咱的人不都来 师座这儿整边报到来了吗 这一直也不让走 所以就 你说点老子不知道的吗 现在是寨子要聂九这王八蛋给夺了去 老子苦心经营的烟膏子买卖 就让那兔崽子的羊羽给毁掉了 当初老子留下这一条生路 现在倒好 他得寸几尺 清令 是 你把派我的独击人 带兵杀回去 我要亲自把这么贼子给杀了 司令 可这 这什么这 有屁的快放 臭快的 聂司令 咱刚来中央军门下报道 这秦市长要是知道了怪罪下来 狗屁的秦市长 要不是在中央军 老子现在率一个团踏平的一条阵 现在 派搜索连回去 就是为了偷偷地杀进去 你还有什么好废话的 是是是 聂司令英明 我这就去办去 你去废话 我身边在多你个样的 老子早就上七天了 快快快 都给我滚 是 还不快走 安静安静安静 都是废物 聂俊 老子非杀了你不可 宽叔 宽叔 您这是在做什么呀 这几年 居无定所 一直在外面流浪 日子久了 家里的门筐啊 都烂了 我砍点条子 去修补修补 姑娘 你叫什么来着 我叫沈一萍 你这是 我就是想转转 看看这寨子 好好好 好好看看 小九哥啊 就离这儿不远 小时候常在这条街上打闹 走 我带你去看看 离这儿不远 小时候啊 别看我们这少当家的淘气 淘归淘 可我一眼就看出来 他长大肯定有出息 这三年了 这院子都慌了 原来小九他阿爸在的时候 可不是这样的 他说的就是这片树林吗 就这片林子 那个时候小九才这么点儿 竟然喜欢 到这林子里去爬树 每次都是让我给把它揪下来 这一化 他都那么大了 我也变成个老徒了 您可是看他长大的呀 是啊 要说 小九这少当家的可真不容易呀 这三年在外 你还不知道 他过的是啥日子 坤叔 小九 你也来了 坤叔